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来看什么呢 也是揭秘的哦 就是今年的电影大片大家所瞩目的 就是《还命关头》八根死是二 这次《还命关头》 《还命关头》其实上次在上映的时候 有一些精彩的画面大家已经看到 这个目眩神秘 感觉太败了 这次还有很多的空头跑车 空中穿越三栋摩天楼 救护车要转无人机 到底怎么拍的 等一下也要带您来瞧一瞧 现在介绍今天雨汇来宾主任 介绍是资深梅田王瑞德先生 欢迎好 大家好 康文君先生 欢迎好的好 黄建平先生 欢迎好 大家好 以及这个史学教授邱建一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次这个特别了 这是传统工的金牌得主 有人在比传统工 还是古兵器的研究者 许杰克先生 欢迎先生好 大家好 以及这个资深梅田王涛夏先生 欢迎好 大家好 好 那你来看看 金庸太多经典的人物太多特殊的 这个英雄跟美女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已经练就神功 变幻莫测 她就是武侠大师金庸 在她的小说里 最擅长描写的是 情侣义的冲突 还有对爱情的渴望 与现实上的矛盾差距 夫妻在老都要恩恩爱爱 好像我和过瑜 到了八岁都要成交 刘德华跟陈玉莲 在80年代重新诠释 神交侠女的杨过 与小龙女 到我老了 我都一样这么开心 饰演小龙女的陈玉莲 就像金庸底下的小龙女一样 灵气低人 神经的东西 陈玉莲 陈玉莲 以天屠龙记 全是蛇蝎美人 就还没精致五官 被封为最美周植若 47岁的她动灵美貌 勘测演艺圈的 不老神话 况且这断肠草含有剧毒 以毒攻毒 应该正是琴花毒的克星 这种小说里提到的断肠草 毒性强 还可以毒攻毒 验解药 实际走一趟有名的药草街 找找断肠草 药草店找不到断肠草 是因为具有毒性的勾吻 大多出现在大陆广东海香港 而且没有解药 好像那个 橙铁那个毛巾桶会吸毒 如此有吸引力 无论什么材质 所有物品牢牢吸附 不禁让人想起 金庸武侠小说 《笑傲江湖》中的神功 吸星大法 吸星大法 吸星大法是日月神教教主 人我行的独门武功 练就吸星大法 最怕的就是心有旁物 非常容易导致走火入魔 金庸武侠经典天龙八部 不只是让武侠迷回味无穷 也吸引许多电影和电视剧导演 在重拍 金庸小说里的武林绝学 易晶晶也 一位天龙八部当中的人物 有产之 用易晶晶和北枭峰南慕容 比较高下而生命大造 不过现在有大陆学者发现 易晶晶所阐述的是 道家思想 应该并非金庸所说 源自少林开山达摩祖师 武侠大师的诠释 其实是个错误 而且不论事实究竟为何 这个推翻金庸论述的说法 实际又会在金庸迷中 掀起一股易晶晶的老人家 好 这个金庸创造作 太多的故事了 没错 你一定三星半夜看了 家人叫你睡觉 你都是没办法睡 对不对 各位不要笑 三十几年前 华山论剑 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特别跟各位说 因为金庸在全世界华人的 武侠小说界里面 几乎是第一把牛耳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然台湾还有古龙 鹿小凤 楚流香等等 但是讲到里面的精彩内容 让大家等于说 我连现在到日本去 我都已经带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去 可以做证明各位天龙八部 这是最早期的时候 第一次香港天龙八部上面 包括这个等于说 汤正叶这些人 对不对 那时候最有名的 不求风难母用 北桥风难慕容 我不得了 这个电视剧后来在台湾有演 那时候造成很大的一个轰动 那他的那个电视剧里面这么多部里面呢 其中还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神雕小旅还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收视率 在香港三家电视台 它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九十七 不然你也留一个红探听一下 对吧 让人转试一下对吧 另外只留三台电视台是看别的另外两家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当时有红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事实上呢 神雕小 这个射雕英雄传啊 射雕英雄传呢 其实它是翻拍最多次的 已经到了十次 最近又要听说又要 马上又要翻拍了 那还有包括电影啊 不断地翻拍 因为它好看啊 那么事实上呢 它香港在1976年翻拍了以后呢 各位要知道 他们翻拍很多很多次 那这个好看就是因为它里面充满各式各样的情节 黄荣啊 然后跟郭靖之间啊 我个人认为在这十次里面呢 让人家印象最深刻 而且难以这个超越的呢 就是等于说汪美玲跟黄日华的郭靖跟黄荣 那汪美玲把那个少女时代的黄荣演到入目三分啊 有它挡在前面后面的人就很难演啊 你知道吗 很难演啊 那当然有人说那要不要请范冰冰小姐来演黄荣啊 范冰冰小姐演 因为她太性感了 太大张了 她不适合来演相关的这个黄荣啊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我跟各位讲还有个秘辛啊 这部联系剧啊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被进到1979年 你没有听错 可是我们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就偷看 你知道吗 那时候都不叫金庸 那时候都随便一个什么无为无为己 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说 陆顶记啊 这次陆顶记是现在黄晓明演的这个陆顶记 对不对 以前啊 他相关的这个作者啊 以前陆顶记的作者 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不是韦小宝吗 有好几个老婆那个吗 他的盗版 盗版里面不能叫韦小宝 还叫小白龙 我还记得 他就都知道其实他的主人 就是金庸 当初中华民国的政府不准大家看金庸的小宋 对没错 所以坊间 因为他太流行了坊间就乱印 对 也不是金庸下 韦小宝也不是叫韦小宝 因为你新闻局跟警备总部抓你啊 所以一定要弄个别的名字 所以包括后来1979年开建了以后呢 电视要把它拍成翻拍那个电视剧叫 射雕英雄传嘛 警备总部跟新闻局禁止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定要改成大漠英雄传 所以在台湾有个大漠英雄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射雕 因为毛泽东 毛泽东由他的幕僚啊 头铺暴射弄了一个庆园村的诗句里面有一个 成吉思汗 不过弯弓 不过弯弓射大雕 你说 警备总部说 你这个是影射哦 你这个是魏匪宣传 所以不可以射雕英雄传 不管金庸怎么解释都没有用 你知道吗 后来历经好多年以后 在台湾中后一证明叫射雕英雄传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金庸武侠小说里面 太精彩太多的男女情案里面呢 有一部以天屠龙记 这就是非常畅销的作品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1994年 台式播出相关的电视剧 其实包括香港也都有嘛 好多 连那个朱润发都演过张无忌 然后事实上那么多了以后 他的发行量超过一百万 一百万部以上卖得那么好 那么很多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都有各式各样的女主角 个人最喜欢宜天屠龙记里面的小招 你知道吗 小招是这个男性里面 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 那奇怪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不管男主角是什么个性 旁边都很漂亮的女儿 宇天屠龙记的张无忌 有四个啊 你知道吗 所以他要很多 那各位知不知道 另外还有这个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是东方不败 因为来演的人实在太漂亮了 叫做林青霞嘛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包括林青霞 包括李连杰 也使这部电影大名大放 当时票房很高啊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非常的 让人家觉得这个是说好看 好看 跟各位说 那个在神雕侠旅里面 小龙女有一个 非常特殊的睡觉方法 一条绳子 睡在上面 跟各位解释为什么 跟各位解释为什么 因为金庸其实 所有的武侠小说 都跟他一生中的经历有关系 比如说他很多武侠小说 都来在东西下的杭州 因为他的初恋情人就在杭州 所以他特别写杭州 然后那为什么说 小龙女睡在一条绳子上面 这个剧情是怎么想出来的 金庸其实他的爸爸 死在日本人手上 妈妈死在 妈妈死在日本手上 他爸爸死在共产党把他枪毙 因为他家有2600多亩 是财主就对了 是地主 所以他爸爸很可怜 后来被枪决 那他一生中本来很有钱 家里很有钱 后来成为流亡学生 不断地逃 不断地逃 流亡了以后 有一次学校里面 流亡学校里面 因为他无家可归 所以韩淑教授怎么办 就睡在学校 就居在学校 然后他很喜欢读书 所以他到图书馆去 没有宿舍躺睡 他就把椅凳子就排 那个长凳子就排起来以后 他就这样倒在那长凳子睡 睡两个月 不能变身就对了 对 他说他很奇怪 他在这两个月里面都没有摔下来 所以小龙女的绳子 就是从这里来的 最近各位说 金庸所有物与少算 都是为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 去把它演绎出来 还有最后告诉各位 书建恩仇录里面有个红花会的总舵主陈家洛 写的就是他的表哥叫做徐志摩 他把表哥徐志摩投射在这个陈家洛的身上 所以陈家洛是以徐志摩当中这个模型原型来简 虽然是总舵主 但是其实是一个炉匠 是这样来的 原来是这样子 那易晶晶的功夫 感觉好像仿金也有啊 对 事实上易晶晶的功夫呢 跟各位说 那个阿猪啊 其实当年其实不一定是夜闯少林寺 还被打一掌 为什么呢 我那天到最初三去看 15块就可以买一本 所以15块就可以买一本 易晶晶了 那多少人可以练全其功啊 没有错 现在Google一下就有易晶晶了 易晶晶 你说有没有这个功夫 有 他跟达摩洗髓工一样 其实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功夫而已 接下来要请黄金明讲什么 金庸里面的经典女神 你最喜欢哪一个 不管是刚刚讲的小龙女 或者是黄龙啊 还有甚至包括这个 王宇燕天龙八部的这个 好像高不可攀 气质万千的这样的一个女主角 金庸其实都有设定一个原型人物 就是夏这个夏梦 他的本名叫杨蒙 他去年11月 11月的时候过世了 83岁 那金庸大他10岁 但是金庸早期非常的迷恋他 杨蒙呢 他是在1933年出生在江苏上海 然后呢 后来14岁的时候 就跟着家人移居到香港 年纪轻轻就被星探给发掘 17岁他就加入 当时香港的这个长城影业公司 他真的很美耶 对 跟其他的另外 当时香港早期的两名女性 并称为长城三公主 那金庸真的当时就已经开始迷恋他 据说曾经有一次跟这个夏梦 吐露他的这个感情 表白了 可是夏梦指挥他 今生今世啊 可能难常此愿 但愿来生来世啊 也许还有机会 给了金庸这样的一个梦想 可能就等下辈子 现在年轻人学着点 不要直接说你等下半辈子 你 对啊 所以 最让金庸肯定了 除了早期的这个陈玉莲以外 陈玉莲跟刘德华 刘德华拍那时候神雕侠旅 自从这个开始发迹 那据说当时刘德华华仔 还假戏真作 有传闻他爱上暗恋了这个陈玉莲 那好 其实后来拍到了这个 后面的这个港剧啊 包括这个古天乐跟李洛桐 所合演的是新一代的这个神教侠旅 当时这个李洛桐的这个出众的气质 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戏迷 而且也让金庸非常肯定说 李洛桐也的确是 非常适合出演小龙女的不乐人选 刚刚讲东邦不败 东邦不败是后来林青霞 把他演活的这个角色 以前在这个笑傲江湖里面 都是一种阴柔的这样一个模型 当时你知道吗 因为了这部戏 金庸跟他的好朋友徐克翻脸了 因为当时一听到这个徐克 要找这个林青霞演东邦不败 连林青霞自己也吓一跳 因为一下子忽男忽女 然后要演这样的一个 这个又进入女生的世界 然后又有这个男性的这个岗楼 那他觉得实在不知道怎么演 当时徐克只跟他讲 没关系你进入片场 进入这个角色人物就好了 过来后来徐克照 藉由这部这个东邦不败 《笑傲江湖》的这个续集电影后 把这个林青霞捧红而且大卖 让这部片后来拍了第二集 但是因为金庸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他非常不以为来 因为当时在选角的时候 因为他整个改编很大了 他认为徐克不应该找这个林青霞 演这个东邦不败 他认为林青霞如果演这个姑姑 小龙女的话是再好不过的 年纪过了啦 但是他演这个东邦不败 他就觉得不对 可是徐克坚持他的意见 他说那个林青霞 我觉得林青霞的气质 美与之间有这种 好像男儿的气概 他就认为说 他就适合演 忽男忽女这个东方不败 果然还是徐克这个慧眼四英雄 让林青霞借由这个东方不败 让影迷印象深刻 但是也拍完这部影片之后呢 两个人就闹翻啦 金庸就说他改的又很多 他认为徐克不尊重武侠 而认为他瞎改剧情 那从此就说 小说版圈也不会再卖给他 虽然两个人还是好朋友啦 但是也因为这样 后来不是又在拍什么 东方不败之风云在起 就完全跟金庸的这个武侠路线 脱离了这个关系了 就已经不能够什么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了 没错 笑傲江湖之风云是不能有啦 后来东方不败 后面他就自己走独立的剧情发展 对 好啦 你要补充一下 金庸那个喜欢到夏孟到什么程度 虽然明明跟他表白 还帮他写剧本 帮他弄到当时有个志愿 当一个小编剧 帮他写剧本 但是夏孟还是嫁给别人了 但是金庸呢 他一辈子 包含黎匡是他金庸最好的朋友 都讲过好几次 就金庸呢 为了夏孟 夏孟后来去了加拿大移民出去 然后怎么样呢 他还会在他的明报里面 连续每一天写专栏 夏孟今天到哪里去 夏孟今天有什么活动 然后真的是 真的 然后他写成这样子 还不止如此 然后后面还呢 夏孟要出国的时候呢 你有看过一个报纸 明报也是大报 对不对 对 你可以想象我们台湾的大报 里面社论是 夏孟一路好走 他的社论哦 是从用社论来写哦 金庸特别用社论 简直就是工器私用 来看一下他的神功的部分 金庸就绝不对不可能 练神功必至功 那他到底有没有练什么功 他功夫讲得这么厉害 不是在金庸的这个书里面 我也喜欢看 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讲到天龙八部 除了你刚刚讲到那个 没事喜欢挖地道 钻地洞的那个段正纯 去跟人家偷情之外 很多人讲到大理的段氏 就两大绝技嘛 六脉神剑跟什么 一阳子 可是六脉神剑的这个剑谱 当时这个揪魔制去要硬抢的时候 孤龙大师用内力把他给烧了 所以从此失传你知道吗 这次有一个人跳出来 说我会像一阳子 谁 这就厉害了对吧 对我们来瞧瞧 你上面画面上面看到这个呢 他哦 他说我是段氏的传人你知道吗 他说我给你说 我其实是有会快手点穴的 这个所谓一阳子的功夫 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他说我曾经把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阿兵哥 我在示范我点穴功夫啊 他说阿兵哥本来跟你笑 你看 结果现在被他点点点到全身贪婪 是 然后他就讲说 其实我这个功夫已经练到出神入化了 你知道 甚至呢 他们这样被我点过之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请我去当老师 要点给大家看这样 这个人还说是段玉的后代啊 对啊 他叫做段宝华啊 不是这个 他说他自己叫段玉的后代 这个我跟你讲他可能还不是乱说你知道 因为六脉神剑不传独家弟子啊 只有一阳子 只要信段的子孙都可以学嘛 所以六脉神剑失传 搞不好一阳子是可以这样留下来的 但问题是不只邓宝华他讲说 我会六脉神 我会这个一阳子你知道 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个跳出来讲说 我也会像 而且他讲说点穴这不算什么 我来点破椰子壳 你有听到吗 我跟讲因为你点穴你只能我酸软的样子 人家搞不好觉得你会演的 椰子壳怎么破了怎么不会讲 这个就厉害了你知道吗 这一个老兄呢 他说哎 我跟你讲我叫何英辉 你说他又不姓段 他怎么可能会一阳子 他说其实我是跟这个武功大师学来的 而且这个武功大师住在新加坡 他教授我一阳子的生活 你有看到吗 他拿食指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 你知道吗 他一次戳破四个椰子壳 花了多少的时间你知道三十秒 他真的很厉害 他花了三十秒 不过啦后来有人是讲说 其实他已经戳到第二颗的时候 他说手就你听了你知道吗 但是美女的都给他发加油加油加油 一直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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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戳破四个椰子壳 而且他讲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要拿这个去登记那个世界金事记录 告诉大家我的手指头其实就是一阳子 手戳椰子壳这真的是神功 再来看看这个其实金庸每一部小说男主角 几乎都是英雄 可是偏偏有一个角色 你说他是混混也差不多是混混了 居然他也罪得金庸的怀心 是的 其实我们看金庸所有的小说里面 事实上大家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的话 他是韦小宝了 韦小宝的话其实他是出现在录领记里面 而且大部分的观众可能对这个小说 可能不是那么熟人 但是问题是在电视重播那么多次以后 我们对于这个在录领记里面那个偉小宝印象特别深刻 但是问题是在录领记里面的话 除了偉小宝的话的话 还有两个人物事实上也是很突出的 第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剑林公主 我相信各位在看电视的时候的话 应该看到那一个哇哈哈 那个剑林公主的那个这个 右肩的那个偉小宝那一刻吧 对不对 哎呀公主掐死我啦 你这个死鬼怎么不见你死啊 不用来找我啦 这不是来了 这还差不多 这个剑林公主的事实上是黄太极的这个女儿 所以其实论起辈分的话 我告诉各位 她其实不是康星的妹妹啦 她是她的阿哥啦 她的姑姑这样子的 那后来这个在小说里面讲得更绝 讲说剑林公主不想嫁给吴英雄 她爱的是我小宝 觉得根据小说的说法讲说 她趁那个月黑风高 也能好业的时候 还顺便拿个刀 就把她给这个割了这样子的 但是真的这样子吗 吴英雄真的被剑林公主阉割了吗 告诉各位 在历史里面的话 其实这一个剑林公主的话 其实真的有嫁给吴英雄 而且两个人非常恩爱 而且两个人还真的生下两个儿子 所以金庸真的是改很大 金庸真的改太大 吴英雄很衰啊知道吧 明明没事的话还被她阉割 但是问题是呢 她真的后来 这个也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知道 在这个清代的时候 在康熙时期 有所谓的这个三凡之乱 在三凡之乱的时候 因为吴三桂这个反的关系 所以后来再压在北京 当人质的这一个吴英雄 以及她的儿子 因为他们生了两个儿子 对不对 那其中一个儿子 送回去云南给吴三桂 那另外一个儿子留在北京 跟这个吴英雄 还有剑林公主在一起 这一个康熙居然下令 把她姑姑的这一个 应该叫姑丈还对了 把姑丈吴英雄咔嚓 把她砍了 把她儿子 所以她真的被咔嚓了 不是那边是那里 是上面不是下面 上面那个头被咔嚓了 所以这个吴英雄 后来就被杀死了 所以这个剑林公主 后来就这个怎么讲呢 应该讲守活寡 真正守了三十年 但是问题是呢 这个所谓的公主 下嫁这个事情的话 其实在这个清代历史里面 告诉各位 其实剑林公主 下嫁这件事情 是第一次出现的事情 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有的公主 下嫁给这个 一般的这个汉人这样子的 这是第一次发生的 而且告诉各位 其实这个金庸 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 没有写得很清楚 事实上剑林公主 下嫁给吴英雄之前的话 还发生一件事情 咱们知道吗 当时呢 清代的皇宫里面 还派出侍寝宫女 先陪她睡一睡 然后呢 回来以后的话 在报告以后 最后剑林公主才下嫁了 那什么叫侍寝宫女呢 简单来讲 就是负责的 这个赔睡这样子的 那公主下嫁之前的话 有侍寝宫女 先陪这个吴英雄先睡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等于就是说 她事实上是她的姑姑嘛 她要派公主下嫁 对 这个人是不是奇怪怪 她行不行都不知道吗 是不是行不行嘛 对不对 所以派个人先睡 不能公主自己睡 这个侍寝宫女的工作很简单 先陪她睡个几天 那回去以后 做个详细的报告 说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东西 那大家评估之后的话 OK之后 公主才下嫁了 所以其实下嫁以后 两个人恩爱 试过没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生了两个儿子 那另外的话 其实在小说里面的话 有一个人物 事实上也非常突出 就是欧拜 对啊 各位看 他最后书上写的是 被尾小宝给弄死的嘛 被他弄死嘛 对不对 而且我们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那个放机关 那个时候 啪下的时候 各位看了都哈哈大笑这样子的 那一个欧拜这个人 这个什么样的人呢 根据陆地利的说法 把他说得十二不赦这样 坏蛋一个坏透了 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告诉各位 或许不是 为什么呢 其实呢 欧拜呢 他实际上是满洲第一勇士 而且重点是 欧拜呢 他曾经辅佐康熙的爸爸 就是顺志 登上皇位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呢 这个康熙要登上皇位的时候 其实呢 当时呢 发现一个情况是 郭多人文 其实也想了自己当皇帝 所以呢 其实呢 据说欧拜呢 这一位相望其实的旗主 他呢 带着重兵 直接冲进了那个义士堂里面去 成兵两侧这样子的 逼着这个多尔本呢 这个把那个位置呢 让给那个顺志 所以现在呢 顺志 后来才能登上皇帝 但这也是为什么说 顺志死的时候 他呢 这个任命的四位顾命大臣当中的话 就包含了欧拜在内 所以欧拜呢 事实上的话 告诉各位 他不但有军权 而且重点是呢 他是辅佐康熙的爸爸 那呢 这个当上皇帝位置的那个人 所以这个人很重要 但是问题是呢 为什么后来 康熙呢 一定要抓他 后来把他除死 后来把他关起来这样子的 其实后来发生一件事情是 欧拜呢 为了圈地的事情 跟这个郑白旗那个地板人 有冲突这样子的 所以欧拜呢 为了这个地的问题 因为满洲的皇族是有圈地的 那在圈地的过程里面的话 其实后来 这个欧拜因为圈地 跟这个郑白旗的旗主人 起了冲突 后来欧拜 上了好几个跟他有冲突的人 也因为这件事情 引起康熙的不满 所以后来康熙准备 要抓欧拜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其实康熙不太感动 欧拜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这个欧拜 事实上是个将领 而且下面是掌握军权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来讲说 他怎么抓他的 康熙首先 先准备了好几个 那个什么 那个太监 跟他身边练摔跤这样子的 大家也来练摔跤 这几个练摔跤的这个太监 就准备要申请欧拜的 那几个助手 而人就准备要动手那一天 当时他的做法很简单 不是跟电影演一样 电影是怎么放机关 什么弄毒药什么东西的 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怎么玩知道吗 很简单 他们就召见了欧拜 就欧拜进宫以后的话 有人端一杯酒给他喝 而那个酒的话 是那个酒杯 事实上是放在他的热水里面 先放在热水里面 先加热到那个沸腾的温度 这样子 简单来讲 那个杯子烫得没办法握 对不对 结果那个杯子一拿给欧拜以后 欧拜一拿去 哇 烫得 就怎么办知道吗 摔了那个杯子 就一摔杯子的那个瞬间 康熙大喊说 欧拜你要反了吗 结果当场呢 所有旁边那些什么 那个小太监 一涌而上 就把欧拜给抓了这样子的 所以欧拜 其实不是被小宝抓的 是康熙本人亲自抓的 一个滚烫的杯子 一个滚烫的杯子 就可以把它做了 它基本上是个暗号 所以后来欧拜 因此被下狱 就被关起来 可是问题是 康熙也不敢出手欧拜 为什么呢 因为欧拜基本上 在向皇席很有势力的 所以他是一直被关到死为止 后来欧拜是在狱中病死的 所以我们在陆领记里面 看到那段话 告诉各位 讲得太夸张了 真实的情况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暗号下去之后抓起来 然后就让他病死在欧洲 一群人冲上前去 就把他给按在地上 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 欧拜是真的 但是在金庸的笔下 欧拜的结局被改变过 还有一个人 陈靖南也是真的 而且他在书中很威风的 这句话 平身不是陈靖南 就称英雄也枉然 没错 陈靖南最后是落脚台湾 对 事实上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有一个武功非常高的 叫做 神权无敌归心术 那么神权无敌归心术呢 他就因为 平身不是陈靖南 就称英雄也枉然 这句话本来非常非常的介意 后来真正进到了 陈靖南了以后呢 连他自己本身都非常的福气 陈靖南是谁 就是陈永华 陈永华是谁 就是郑成功东陵王朝的诸葛卧龙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郑成功当时 这个等于说在反清复明的时候 得到了陈永华 他非常的高兴说 你就是我的卧龙 然后后来呢 其实他最主要 郑成功其实一年就去世了 最主要是辅佐他的儿子政经 那么陈永华当自己参军 在台湾19年 那么事实上呢 他曾经很感慨地说 如果再给我11年30年的时间 我就能够让当时的台湾 能够跟当时的清朝 能够一较高下 绝对不会有机会被你打败 很可惜的原因是因为后来 那么因为自己本身夺权的关系 所以政经后来重用了刘国轩 跟一箭无血风稀犯 所以后来他抑郁而终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 我每次只要到台南 一定到孔庙的对面 永华公在二楼去跟他拜拜 为什么呢 这个人对台湾有大功啊 你知道吗 孔庙全台首学在教育的部分 就是陈永华他坚持的 当时政经不要 政经认为干嘛搞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我们只要我们在打仗啊 搞好就好 他说不行 一定要教育弄好 现在台湾只要你地名下面有一个 什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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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陈永华有关系啊 所以事实上他治理台湾19年 当时陈永华开始治理以后 有7年 全台湾第五游民 全台湾一个游民都没有 你就知道陈永华 他对台湾有多大的贡献啊 那么后来啊 陈永华事实上 因为自己本身受到排挤了以后呢 有一天他自己知道自己大线已到 所以他沐浴更衣啊 那么叫所有的家人不要到大厅来 他在大厅上面呢 跟一个人对话 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跟谁对话 因为没有任何人进来 结果他就在大厅溃然长叹啊 他说啊 因为有一个很 因为对方跟他讲说 明天你要治理全台明日上任 然后呢 陈永华就说 可惜 可惜 王国就此灭亡了 你知道吗 陈永华隔天就走了 然后呢 不出三年 台湾就没了 当时就被清朝抗戏给打下来了 好 我们看到陈靖南 他在这个书中呢 也是一个形象很好的人物 原来他对台湾的贡献也这么的大 再来看看郭靖 郭靖撒不软灯的 慢慢这个大价格免提 也变成了一个大英雄 真实的历史里面 也有这样的人物 金庸佳学远远 他是出自于绍兴师爷的那个扎梁 用那个家系 所以他的历史读得非常好 所以他写了很多人物 都是真有其人 但是被金庸改了 然后我们知道说三大英雄呢 就是郭靖嘛 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 对不对 还有那个每次一出来的时候 最悲壮 最义博伶仙的萧峰 还有一个是我们呢 觉得是最好玩的一个爱情故事 每一次追到一个 他是我妹妹 又碰一个 他是我妹妹 最后一个还是我妹妹 实在还够八年了 最后他妈妈高级就说 你爸爸不是你爸爸 你放心了 你通通都可以带回家了 断誉 可是他们真的都有其人 但是这个郭靖呢 在小说里面呢 对不对 蠢笨如牛 刚毅木辣 然后打来打去呢 就只有一招 神龙百尾 强龙十八掌 然后就只有一招 可是真实上真的有郭靖 而且是两个人的合影 第一个历史上 真的有一个郭靖 那郭靖是在靖康之乱的时候 就是月徽 宋徽宗他们被打下来的时候 当时他的四川 真的郭靖是一个 四川土豪的护卫队长 然后他呢 非常的爱国 所以他当时呢 这个护卫队长的投向金国 他不去 他带着他的部署就离开 但是最后呢就在被人家中途而死 所以金庸就把他的这个 异国迎天 畏国畏名的计量下来 可是真正的郭靖呢 真正的郭靖的原型 其实他是 陈其思汉首相第一大将 而且是第一功臣 他叫做郭宝玉 郭宝玉是谁呢 他的祖先叫做郭子 他的祖先就是郭子怡 那郭子怡呢 当时那边在北方 在太原那边 那留下来之后呢 后来金国就统治了北方 所以他在金国的降临 然后后来呢 陈其思汉灭了金国 他就投到陈其思汉那边去了 那去了以后呢 他厉害是什么 他其实是兵法器械 其实不比输可量差 所以陈其思汉不是在工程的时候吗 快马猛打对不对 猛打之后我要工程 那些工程器械呢 他不是运过去的 那太慢了 当场叫那些士兵官去砍树 去做那些工程器械 陈其思汉发明了很多工程器械 都是郭宝玉 当时帮忙去指挥去做的 所以这个是军师 而郭宝玉更厉害是什么 全世界第一次 大家知道什么叫闪兵 就是郭宝玉发明的 那时候在工砂马干的时候 金庸小说里面也有解 但是绝对不是黄龙教他的 也不是五命之神经教他的 岳飞根本不知道这一套 是郭宝玉那时候一看 旁边有桌山 然后呢 那个城墙 我们这城墙高到是我 做那些器械都攀不上去 怎么办 从天而降 所以他就回来跟陈其思汉讲说 我有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呢 结果叫士兵们 帐篷切一切 跟我爬上山去 然后呢 从山上里面把帐篷一摊开 然后直接就这样飞行伞 就直接跳下来 然后呢 天兵天将就从天而降 我请问你这样子 折伤率有多高 其实 跳上来说他那个 不高 很危险 所以他真的就把 沙阿玛干给攻下来了 那个尖臣就可以攻下来了 所以陈其思汉多喜欢他 所以后来他有一次受伤的时候 陈其思汉亲自 因为他蒙古有个保护人的方法 陈其思汉亲自杀了一头牛 杀了一头牛之后 把里面内脏剥开 然后把那个国宝玉呢 直接了赶快送进去 用牛把他缝起来 让他在里面保温 其实送后方 然后帮他给治好 所以郭宝玉后来呢 帮着陈其思汉 一路打 打下两百多座城 其实他才是第一攻城 这叫郭靖的原型 所以郭靖后来绝对不是说 读了五目真金 然后还有黄龙告诉他 还要教他说 你要这样打 其实真正的郭靖 是非常厉害的将领 而且会做很多器械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 很多攻城武器 什么攻城锤啊 那个都是 他设计出来的 他设计出来的 这天降神兵这招太大了 那再过来的这个 段运呢 也是真有其人 他也真的就是大理国的皇帝 可是呢 第一个呢 他的爸爸呢 没有那么多女朋友 他的爸爸也不会叫他 叫他这四大将军 去帮他挖地道 他爸爸呢 是很乖的 他的属父 真的就是但正名 就是那个里面写的 他的伯父 就是段正名 他的爸爸也真的叫做 但正臣 可是他呢 绝对不是说这么到处游历啊 撒不隆东的 神兴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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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段运 他就是好皇帝 他其实治理得很好 而且他当时呢 做一个选择 北西河土藩 北边呢 对宋朝呢 非常的恭顺 然后所以呢 确实39年里面 大理国是做得很好 但是他的真孙呢 绝对不是那个 易洋子的那个男帝 他的真孙 他的真孙里面 也没有为了一个女孩子 出家为真 但是他自己是出家为真的 而这宵峰呢 我们看到那种 独门的悲重 对不对 每次他出场 你就是很难过 出场就要流眼泪 然后最后他死的时候 两根一把剑 这样插到自己的心脏 你也哭了 我就哭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真有宵峰其人 也有 而且他真的是契丹英雄 是一个所谓的 真正的一个南院大王 是 可是呢 他绝对不是那种豪气甘云 然后呢 易博迎天 然后呢 对于部署呢 好像是可以 身胸道地一样 他是治军严谨 然后呢 战功表彼 而且他确实也平了 所谓的 耶律竹园之乱 那个南院大王呢 他是整个契丹里面的宗室 然后他就知道 他当一个将军 他治军严谨 他用的部队呢 就是那个整个契丹 最厉害的铁蝠徒 铁蝠徒 就是全身呢 都是铁甲 连马都是铁甲 三鸡马 把他一起 出来 都像战区一样 所以他那时候呢 就是去 北征 那个耶律童年的叛乱 活捉了耶律童年 但是他绝对不是 一跳起来之后 在千军万马中 从他马头 马和人的头上 踩过去就抓了 就是他舔不足 把那个耶律童年 抓了下来 抓了下一个官风 来怨大王 而且呢 他绝对也不是说 最后去挟持皇帝 说你不要去攻南宋 他就是到南边这边 是专门在部署 他专门打南宋的 怎么要怎么去攻南宋 所以他最后呢 也没有说 最后呢 为了劝皇帝 不要南宋 他刺死了自己 他活到了 是寿终正前 我觉得这个 萧峰真的是 南宋长大的 然后后来呢 回到自己的 这个真正的 血统之地 还要看着自己的族人 来攻南宋 确实心里 有很多的纠葛 我们看完了 金庸的 真正他心里面 为什么那么多女主角 那么柔长寸断 有一个原型 我们看了男主角 有圆满 历史上 有不同的人物代表 接下我们要来看什么 太厉害了 蒙古的弓箭 杰克 这些从哪里来的 其实这些呢 就是从我们的 历史的资料上 再重新去 新作还原的 因为古代的一些古董工 出土的工 大部分都坏掉 不能用了 所以呢 其实在 我们金庸小说里面 讲到 射雕英雄传 其实这个 整个小说里面 讲到射箭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但在这个 当然 作者本身要去描述 射箭的时候 可能 因为我们时代背景 到了民国的时候 对于射箭这个活动 已经很少了 所以我会觉得 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缺了一点点那种 过瘾的感觉 不过在历史当中 郭静 一开始他 有一个 很重要的师父 一开始呢 我们 小说开始 有一位 邱楚基是真的有这个人 长春真人 西游记 里面有提到 他去陪那个 整集资产去攻打 花拉子摩的时候 经历的一切 那你现在手上拿的 这个是蒙古弓 小心不要放空弦 放空弦坏掉 放空弦的话 可能人跟弓都会有 受伤的疑虑 那这个弓箭呢 其实你现在手上拿 这一款就是 花拉子摩 那个时候流行的弓款 那我手上拿的 花拉子摩是现在的哪里 花拉子摩大概在伊朗 阿富汗那一带 中东一带 这是牛角吧 是 它其实是一个 复合的弓箭 那我们知道说 一般的士兵用的弓箭 可能竹木拿 销木为弓 单木为弓 那这个呢 是一个复合的角弓 就是这一面是牛角 但是另外一面呢 这个是筋 有时候是用 牛的背筋 或者是鹿的腿筋 那这张弓是用鹿腿筋 去铺的 中间才是木头 那木头也有 里面是好几段的结合 那讲到这个就 弓的结构 就关系到它的性能 在北宋的时候 就是这张弓了 北宋这个就是 宋弓 其实它源自于契丹 它也叫契丹弓 那契丹弓跟宋弓的差别 除了说形状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材料不同 因为契丹在北方 可能会用这个羊角 这是羊角 对 这是 目前这张是绵羊角 那您看到这个 就是水牛角 那宋人呢 比较容易取得 比较长的这个水牛角 所以宋弓可能跟 契丹弓 其实造型技术是一样 从唐朝一直延续到 宋朝的形制都差不多 那只是材料不同 每一个地区的弓 都是就地取材 但是你看到这一张弓 责别就是郭靖的师傅 用的应该就是这一张 以前多年前 中国西北曾出现 一个骁勇善战的西夏王朝 但中国正史上 对着长达一百九十年的政权 记载却少之又少 这什么地方 好冷啊 好冷啊 既有小说天龙八木 和上虚竹 在比较意外和一个 少数民族的公主残年 公主就来自这神秘国度 西夏国 铸造钱币创西夏文字 由党项族创建的西夏王朝 繁荣辉煌可以想见 但曾和北宋 辽国各霸中国版图 为何在历史上突然消失无踪 留下无数谜团 直到1970年 这些被弃制的黄土堆 被考古学家意外发现 竟是西夏国王林寝 一共久坐 陆续挖掘 西夏神秘面纱 才被一一揭开 但走近看 三号林正前方 具有个长宽近二十尺的盗墓坑 这传盗墓贼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支军队 原来是北方蒙古族觉醒后 战无不胜的成绩四汉 四次带队清征 却无法如愿攻下 最后还病死途中 所以蒙古灭西夏 建立原帝国后 立刻展开复仇性道路 看到这一张宫 责别就是郭靖的师父 用的应该就是这一张 八字模款式的 这是泽别来的 泽别是蒙古第一勇将 泽别就是神射手的意思 泽别就是箭 泽别的这个名词 就是箭头的意思 你看这两个金幽迷 没完没了你看看 还有古代 其实讲到射雕 英雄传讲到射雕 在郭靖射雕这一段的故事 我还特别来上节目之前 还仔细再看了一下 有几个小地方 当然瑕不掩瑜 就是还是非常的精彩 但是里面有提到 郭靖他放箭 因为郭靖他是跟 泽别学舍的 那泽别的舍法 他其实是所谓的板子舍法 他是用拇指去扣 所以他如果撒放的时候 也应该是两指 两个手指头释放的这个动作 陈吉思汉曾经下令 泽别把他的舍数 交给他的王子 也就是陈吉思汉的 这个直系的血统里面 都会学习到 泽别的舍数 那讲到那个一箭双雕 你知道 其实我自己本身到过蒙古 然后我也看到了雕 那雕真的是 可能长久没有打仗的关系 他看到人可能 以为要喂食 其实飞得都非常近 那几乎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我都舍得到 飞得很近 而且那个雕又很大 那一箭双雕 当然我们在 跟朋友在玩 多近 你觉得多近你舍得到 其实因为我自己的射程 比较远 所以大概100米之内 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最远的射程 将近300多米 到步枪的距离 很厉害 那在这个当时 您手上所拿的这一个 花拉子模款的蒙古弓 曾经在历史上 有留下一个记录 刻在石碑上 它的距离是 换算成现代 因为会有误差值 大概是540米到570米 就是那个野松哥 陈吉思汗的子孙被留下来的记录 意识就是在这个箭上面 会留一条绳子 那这个呢 应该不是这样拉的啦 它可能只是一个示意图 它是一个弹道图 那它是在箭上面 例如说在忽必列出列图 又叫做原始组出列图的 这一张弓 我们在国际的研究者 都会称它为忽必列弓 它上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放大的图 像去年年底 公主的雅籍在故宫展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在箭上面 会缠着两条的绳子 细绳子 那这个绳子 当然它在箭射击出去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盘旋的作用 它就是 就是会 绳子会被带着走 会拖曳 所以其实它在射鸟的时候 因为鸟会飞行 它会箭射过去 只要从旁边经过 绳子就会缠住它 就可能把这只鸟给缠下来 所以一箭双雕 不一定是指射穿 就是有时候绳子特别长 一次缠住两支飞行 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个是搭住 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固定 第三个点 扣住 扣住之后 骑射的时候 即使这样倒过来 这个箭其实是 不会掉的 它是可以搭得很稳的 所以蒙古是 就是在马上的 骑在马上的时候也可以用 骑射就是那个 地中海事就是站着用的 地中海事 也不能这么说啦 因为地中海事它是比较适合从后面拔键 搭在左边 然后它是用三个指头 三个指头去扣 扣弦 那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有 它叫做扒手键 讲的是那个可能部族啦 层次比较低的人 它是用扒手键 那在先锋降以上 他们一定是用板子设设法 因为它可能已经有机会 骑尘到马匹的时候 它用这个来设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呢在金庸小说里面讲到辙别 就有一段很精彩的 他们在骑马互射的过程当中 它这个骑射的话 大概就是你手上拿的这张工的工款 断长草 听了很伤心 吃完就会忘记情人是不是 还是吃完想到情人 就会全身剧痛 这么惨 真的还假的 干嘛 这些所谓的植物或是药品 或者是毒药解药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都有提到 我先告诉大家 大家看神雕侠侣 都会听到里面有一个这个寒玉床 据说睡一年抵十年 真的假的 功力会大增 王重阳 他从这个极北的这个寒阴之地 数百丈之下挖出来了一块寒玉 然后炼制而成的一个寒玉床 是有真有这种床吗 睡了还可以这个让功力大增 还可以让低温 可以延长你的生命 惠美我要告诉大家 三年前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大学的医学中心 竟然根据这样的概念 然后研发出这样的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 让还找了人体实验 找了十个重症的病人 然后让那个十个重症的病人 躺在了这上面 只是说把他们的血液呢 用部分的这个生理食盐水注入去取代 让他们的这个 我们一般体温不是36 37度C吗 让他把它降到了 大概只有温度10度C左右 然后等过了一段时间 再把这个血液再注进去给他 让他的这个温度 又慢慢回升到 我们正常的36 37度这种体温 可以延长他的这个生命 这个有点像我们这种变温的动物 在这种冬眠一样 大家看了这个事情之后 才发现说 原来美国人 这个医学方面的临床研究 还注意到这个神雕侠侣的这个寒芋床 还真的研发出这样一个现代的 希望像寒芋床一样 延长他的这个寿命 低温之下 这个是让人家觉得 也真的是这这称奇 你刚刚讲到的这些 不管是断肠草 黑玉断续膏 还有这个蒙汉药 在场这么多金雕名 还有电视机前观众的朋友 那么多熟知金雕武侠小说的剧情 都知道 比如说蒙汉药 尾小宝最常用到这个 包括他在当这个 入宫之后当了这个 预膳房的副总管 他不是代替康熙到少林寺去出家吗 当时他就命令他的这个跟班 张康年啊 送来的一些这个蒙汉药给他 张康年那时候还提醒他 只要用上百 这个大概送了半斤左右 他只要用指甲点一波一下 就可以迷倒很多人了 不要用太多啊 你就知道这蒙汉药这么可怕 其实他的成分是 曼陀罗花 曼陀罗花加上川屋跟草屋 和末之后就变成蒙汉药 到了这个周星驰演绎的微笑 变成我爱一条财 跟情情和欢散 那个又不是比较夸大 但是真正的蒙汉药呢 相传他的成分里面 这个曼陀罗花 据说以前在三国时代 华陀在给这个关公 刮骨制毒疗伤的时候 你知道吗 也是用这个曼陀罗花 因为它是有这个阵痛 然后能够让大家 能够产生那种幻觉 有点像西石毒品大麻那种麻药 所以其实蒙汉药 古代以来叫催情药 也是这个 也是一种麻药 那另外一种 刚刚你特别提到的 情花毒的克星 这个在杨过 在情花谷的时候 绝情谷啊 种了这个情花毒 那小龙女为了他 都想要这个牺牲了自己 可是呢 这个断肠草才是他的一个解药 真实生活当中 真的有这个断肠草 我刚刚不是讲到川屋草屋吗 其中这个草屋啊 就是这个中草药名 学名叫做沟吻 又叫做三匹双 它里面吃的真的会中毒 那至于这个黑衣断衰膏 这个不简单啦 张无忌当年在跟这个 蝶谷一仙 胡青牛学到的这个衣迹里面 就有剧载 人只要四肢骨头剧断了之后 用黑衣断衰膏 就可以接上去 从北魏年间 接着传到现在一千多年 少林武生 跟他少林生人 是不是常常要盘腿 打坐 修缠 对不对 常常会有一些风丝 筋骨等等之类的酸痛 所以后来当年 他们的生人 研发出这种药之后 后来到了上个世纪 1970年代的一个武生总教头 传给他的这个闭门的地址 士德征 他们就开始去改善 他的这个药性 研发 加入了很多中药 中药药草的一些这个规格 里面就入味了 105位的这个药草 然后用28道的人工工序 很繁复的这个制作 经过60天 你还要在保持恒温之下 把这个少林断血糕 改善 不用讲了 我都要买了 你知道吗 这么会讲 90年代的时候 中共竟然把它列为 亚运的指定药品 所以后来这个少林断血糕 你到现在去中国大陆 河南松山少林寺 在那边的武生 还跟你推荐说 真的很好用 但是我们要提醒你 这个武侠小说的 可能没有那么完全的 对 你不要真的把自己 手脚打断了 就去接那个 这接不起来 你要看 接不起来 他不完